老舍先生说,若没有这泉,济南定会失去一半的美。 暴徒泉之所以盛名远扬,并不只是因为它景色的美,还在于这里地结人灵。 一代辞人李清照,他的方名流传千古。 虽然不是赏泉的好季节,但温暖的春日和旭的春风,还是让人心晃神秘。 来到暴徒泉边,清澈的泉水带着丝丝寒意扑面而来。 坐在泉池边,听泉水冒出的轰隆声,像是在诉说着它的故事。 落水发源,天下无。 平地涌出,白玉湖。 古须九孔,元气泻,碎汗不愁,东海枯。 云雾润针,划不住,波涛生镇,大明湖。 时来泉上,灼尘土,冰雪满怀,清杏孤。 胸泉地门隑在夜河 温暖出的鈴术方态特意,优伽的最好血, 感谢观看